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自量力 这是小五行金刚阵 还算有点见识 但是 这小五行金刚阵极难攻破 你们等下听我指挥 站位破阵 我能认出 是因为这是玄帝前沿路上 记录的远古阵法 他居然也知道 作为一个驻击器的惨凶 未免懂得太多了 破阵之前 我提一个要求 宝图出自我手 加上破阵也全是靠我出力 所以进入一记 找到的前三件宝物 必须归我所有 不愿意 可以现在就离开 我没有一件 我也是 全听前辈的 就这样吧 带到破阵之后 魂缘无极 出生太极 一气两仪 三财四象 去 三财四象阵 杰丹齐修士不死阵都困难 他竟然这么轻松就布下了 他肯定不是驻击齐修士 得提防着他点 你们各自站到四象位置 我会往阵里 注入灵力激活四象 到时 你们再同时往阵齐注入灵力 让四象同时攻击小五行金刚阵 走 再加点灵力 再加点灵力 转破开了 进去吧 前辈师尊长 还请前辈先行 女修由仙 一起进去吧 还真是各怀鬼胎啊 看 那是什么 居然有这么多空间裂缝 即便是化神器 都未必能在空间裂缝下活 啊 回阳果 传说能延长百年寿命的回阳果 你这是何意 轻举妄动 激活空间裂缝 谁都逃不掉 能拿到回阳果 冒点风险有何不可 为你缩缩 谈何修仙 嗯 这作画修士所剩灵力并不雄厚 姑娘回来撑不了多久 合力击破即可 吼 吼 啊 吼 吼 啊 吼 龙颜复 去 trif man wind 呃 这 堪比杰丹实力的通灵符 真是心狠手辣 臣前辈 你 这是何意 无脑莽撞 也配修仙 大家不用紧张 老夫只是清理掉一个自私小人罢了 回阳果只有四颗 若要被这亡羊分走三颗 岂不是不公 如今此人已去 这四颗回阳果 我们刚好 可以平分 你 真的愿意分给我们 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们 这回阳果 一人只先吃一颗 吃下第二颗 不再有延年之孝 老夫何须夺药啊 不过 找到的其他一半宝物要归我 另一半 你们平分 现在就老夫修为最高 由老夫坐镇主持公道 你们也不必互相提防 担心遭他人的黑手了 好一个恩威病逝 是怕我们合力攻击 故意搞心理战 都听陈前辈的 有回阳果都已经够笨了 没问题 我们有意 很好 等掌完宝贝 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出去 二位 这陈龙实在贪婪 不如合力灭了他 所有宝物我们三人平分 我也信不过此人 趁他现在放松警惕 动手吧 映祖兄 先进关起 别人 好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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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敢偷袭本座 這是 圓硬 快疼 呃 羽羊白雷 你很懂嗎 嗯 身手倒是不錯 哼 適合做我的下一個容器 這個鏡子材質還是太低價 發揮不出來玉陽雷精的威力 雷光獸 你小子竟然能收服天地零獸 我就喜歡你這種沒見過世面的樣子 放肆 小雷光獸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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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身被毀 琐事靈力不多了 這羽羊白雷專刻魔焰 這麼耗下去不是辦法 毒蛇 毒蛇後的原因明明是處在虛弱器 竟然還這麼厲害 一旦小雷光獸靈力耗盡 就沒有手段能克制他了 小子 我承認你實力不錯 再這麼打下去 只會兩敗俱傷 不如我們雙方就死罷首 你我完全可以合作 誰知道你說的是真是假 本座乃血戀宗宗主赤血老祖 豈會與你這小輩說假話 你不是十年前就戰死在人妖大戰中了嗎 本座根本不是在大戰陨落的 而是被東方熊那個畜生偷襲致死 這跟我無關 我只想看到你合作的誠意 這迴揚果就先和你平分 之後還有很多比這更珍貴的靈草 此話怎講 此地乃蓬萊宮某位大農的作畫之地 而這上方的空間裂縫 是極含有的穩定性空間裂縫 可以通往上古蓬萊仙山的一處附屬仙原 那裡種著無數天地靈草 要真是這樣 突破溺盤後期也不是什麼難事了 還不相信本座 除了仙原 哪裡還能一下吵到四美迴揚果 既然這仙原如此重要 你怎肯輕易跟我合作 那仙原裡有兩具看守藥員的傀儡 他們比這古鳥強了不止百倍 本座目前的狀態 一一敵二還是有點困難 好 我跟你合作 不過還請前輩帶路 看樣子真是一處穩定的攻擊裂縫 我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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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要有什麼 我還沒有